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姐 今天我们来到了星泽樱桃大棚里边 看看他们的樱桃现在都熟了 前一段时间我来的时候还都在清了 刚过这么20天就整个都熟了 现在他们大棚里边都红的特别多了 有两个品种现在正是五一采摘的时候 大家给刘姐看一下 咱们给师傅看一下前面就是没栽 现在也干栽了是吧 你看看这都是新品种 尖的那个是 这个是圆的 这个老品种 这点厚 这个也是新品种 这个新品种啊 这个就是没栽 那这个也是圆的 我说那个 那个是什么 这叫这个名字叫啥名字 没栽 没栽 就是咱们吃的栽的栽呗 没栽这是 这又是新品种 这个也是大的圆的 是美国进口来的吗 哦 那这个品种来的好吃 这个 都好吃 各有各的口味 对 都好吃 这就是早中晚熟 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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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早的品种啊 这一招一块的多厚啊 这个来看的就特别漂亮好看了 这红灯灯的 这红灯灯的 上次来的时候 全都是那个灯灯灯的 我 добав按这个 这个其实也 Works And it's hard 这 round 那太得卖到啥 natürlich 那面的是 你你那和着 早春碗喝着 非三茶的 都算Er hun 枢灯了 这棕灯的제�around 那上次就是我们的 就是萌手那blic 那就是第一棕 第一棕灯的 第一棕灯的 如果每个房子都cillowane 特别的大 是不一样 真好看 多大还多红 那个品种好 新品种 美国进口的新品种 金镜头 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大 多大 你说这在陆地 一样长的 真好 晶晶透彻的 我摘了这么五个果 这都是什么品种 跟大家说一下 您这个 您摘的还真是都不一样 我说这不一样 它是品种也不一样 我们先看这个个头比较大的 这个是梅枣 叫梅枣 这五一加七也就成熟了 就大家吃的车离子 美国大樱桃 就是这个品种 你看它个头比较大 这个也是甜酸型的 甜度很甜型的果 然后这个 这个看的就是 红度还没那么大 也是过几天也就成熟了 现在吃也很甜 它就是甜型的樱桃 它叫布鲁克斯 这个品种 它是脆甜型的 它的果实的硬度很大 一般的 发快递往外地 发的就是这种的果 还有梅枣 梅枣也是硬度大一些的 这个 看它已经熟的 红的发紫了 这就是熟透了 这个品种叫红灯 这个是樱桃里边的 也是一个精品的品种 现在它的果实熟透了之后 它的硬度是没有那么硬 然后大家一吃吃一口 就是爆姜美味 然后软的 对软的有一点软 熟透了之后软 这个看大家看 它有点像陶芯形状 鲸形的 小条这个 它还有点发紫 它还没熟呢 它得五一加七以后才成熟 它还能长鸽大 还能长大一些 它叫萨米托这个品种 它也是硬型的 这个果实硬度 对对对 有硬度的 对对对 现在五一期间呢 咱们大家就采摘这两种 这两种正是 梅枣和红灯银桃 梅枣和红灯银桃 然后正是采摘这个吃 最佳采摘剂 给大家尝尝 特别甜 看这里吧 你看它这个里面已经都熟透了 都熟透了 都熟透了 黑红黑红的 里外都一样 对对 咱们市场上吃到的 樱桃的成熟度呢 可能很难就到这个成熟度 这都是自然熟呗 对 这都是自然熟熟透了的 然后它的口味和营养也是最佳的 你看这盒还不大 还特小 小盒子还在那边 这张鸭都可以吃 这是绿色食品 没有药 是吧 对对对 但是这上面有一些土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集集在吃 就是擦它都能吃 擦它就可以 对 也特别甜 特别好吃 你们大家五一上这玩的 就上这采摘了吧 非常的好吃 对 我建议大家就采摘这两种 大家看看 刘姐今天就采摘这么些了 再回家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